大年初五 新竹市長林志堅參拜了香山區的兩間廟宇 首先第一站就來到位在大莊的泰豬玄清宮 市長林志堅在參拜祈福之際也透過了平安燈 為這一次過年前發生的花蓮地震所遭遇不幸的人員祈福保佑 今天很高興帶著我們市府的同仁來到這裡 就要感謝我們三星道主 對我們國家依給我們社區的護佑 當然也要虔誠的來祈福 祈求三星道主 勾地 我們這個幸福的城市 能夠繼續的這個前進 而且是穩健的一個前進 那今年是勿虛苟年 所以這間最重要是藉由這個機會 來祝福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廟宇在年初一到初五也特地準備了黃金招財蛋 除了讓信眾吃得平安 最重要的是脫除不好的厄運 看到黃金有如招財一樣的至寶 太祖玄清宮的黃金招財蛋非常特別 那我們這顆蛋來歷不簡單 第一個讓大家拖取不好的厄運 第二個讓大家能夠吃下去 裡面看到黃金猶如招財一樣的至寶 讓大家回去能夠享福飽滿財運亨通 市長您之間第二站來到了香山財神廟 在廟方的精心準備下 現場準備了精彩節目和抽獎活動 迎接新的一年許多民眾前往財神廟祈求平安敬財 市長您之間和廟方發送的陶希小紅包 受到民眾熱情排隊領取 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夠裁員廣進 平安一整年 凱博新竹萬十年採訪報導